臺南 刺青在過往或許被視為非正派的象徵 但隨著時代演進 現在人體刺青不僅被視為一項藝術 近期更越上世界舞台 在博物館精緻呈現 位在法國的布朗利河岸博物館 日前推出名為刺青師刺青者的藝術展 不僅展出北美 日本 泰國等地的刺青故事和作品 台灣本土刺青師徐高斌也獲邀參展 以玄武開天為名 大秀寶島刺青設計實力 駐法代表呂慶龍也到場支持 並給予極高評價 一方面我們看到刺青也可以成為國際的大展 因為邀請了全球各國都有來 那另外一方面 台灣的藝術家能夠參與的話 那背後所代表的就是我們尊重多元文化 也獲得國際社會的重視 從事刺青藝術十多年 徐高斌坦言 也曾不被社會家庭支持 但如今能出國參賽 也算是給自己多年努力一個肯定 包括我父親也是 他不太贊成我對文森這一塊的在工作付出 自己覺得這不是在做什麼壞事 這是在做一個藝術創作 想要把它好好的當成畫畫在做 然後能夠有所成績 可是現在也證明了一切 這是真的是一個藝術 我來到了蓋布朗尼博物館 這項刺青展 除了陳烈多樣化的作品 也詳述刺青的罪犯身分識別 民俗傳統 地位象徵 裝飾 等不同功能和歷史 來強調刺青藝術的文化價值 來強調刺青藝術的文化價值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